1941年5月的一天 在戈亭庚大学 季欣林在去研究所的路上 发现一家院落里盛开的海棠花 他突然想起济南佛山街的海棠 满树红枝 满树红枝 燃起雇原情 故乡和祖国就都站在了他的面前 大家好 这里是三六五读书 我是潮雨 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文章 屏幕叫《海棠花》 作者季献林 一起欣赏 早晨到研究所去的路上 开头看到人家的园子里 正开着海棠花 编纷纷烂漫地 开成一团 这是我想到自己故乡院子里的那两颗海棠花 现在香叶正是开花的时候了 我虽然喜欢海棠花 但却似乎与海棠花无缘 自家院子里虽然就有两颗 枝干都非常粗大 最高的枝子竟高过房顶 秋后 叶子落光了的时候 看到尖尖的顶枝 直辞着蔚蓝幽远的天空 自己的幻想 也仿佛跟着爬上去 长默默地看上半天 但是要到记忆里 去搜寻开花时的情景 却只能搜到很少几个片段 搬过家来以前 曾在春天到原来住在这里的亲戚家里 去套过几次褶枝 当时看了那开得团团滚滚的花朵 很羡慕过一番 但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回想起来 都有点渺茫了 家搬过来以后 自己似乎只在家里待过一个春天 当时开花时的情景 现在已想不真切 记得有一个晚上 同几个同伴 在家南边一个高崖上游玩 向北看 看到一片屋顶 其中纵横穿插着一条条的空隙 是街道 虽然也可以幻想出一片海浪 但究竟单调得很 可是在这一片单调的房顶中 却莫得看到一束繁花的尖顶 绚来得像是西天的晚霞 当时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其中还夹在这一点渴望 渴望自己能够走到这树下去看上一看 于是我就按着这一条条的空隙数起来 终于发现那就是自己家里那两棵海棠树 我立刻跑下崖头回到家里 站在海棠树下 一直站到淡红的花团渐渐消失到黄昏里去 只朦胧留下一片蛋白 但是这样的情景只有过一次 其余的春天我都是在北京度过的 北京是古老的都城 尽有许多机会可以做赏花的运势 但是自己却很少有着福气 我只到中山公园去看过韶药 到颐和园去看过一次木栏 此外就是同一个老朋友 在大独日头下面 跑过许多条窄窄的灰土街道 到崇孝寺去看过一次牡丹 又因为去得太晚了 看到满地残鹰 至于海棠 不但是很少看到 连因海棠而出名的寺院 似乎也没有听说过 北京的春天是非常短的 短到几乎没有 最初还是惨冬 可是接连吹上几天大风 再一看 树木都长出了嫩绿的叶子 天气陡然暖了起来 已经是夏天了 夏天一来 我就又回到故乡去 院子里的两颗海棠 已经密密层层地盖满了大叶子 很难令人回想起 这上面曾经开过团团滚滚的花 长昼无聊 我躺在 铺在屋里面地上的席子上睡觉 醒来往往觉得 一枕清凉 非常舒服 抬头看到窗枝上 历历乱乱地布满了夜影 我见霍爷坐在窗前看点书 满窗浓绿 不时有一只绿色的虫子 在上面慢慢地爬过去 令我幻想深山大泽中的行人 蜗牛爬过的痕迹 就像是山林间中的蜿蜒的小道 就这样 自己可以看上半天 晚上 吃过饭后 就搬了椅子 坐在海棠树下乘凉 从叶子的空隙处 看到灰色的天空 上面欠着一颗一颗的心 结在海棠树下 沿边中间的蜘蛛网 借了星星的微光 把影子投在天幕上 一切都是这样静 这时候 自己往往什么都不想 只让睡意 轻轻地压上眉头 等到果真睡去 半夜里再醒来的时候 往往听到海棠叶子 稀稀苏苏的直响 直到外面下雨了 似乎这样的夏天 也没有能过几个 六年前的秋天 当海棠树的叶子 渐渐地转成蛋黄的时候 我离开故乡 来到了德国 一转眼 在这个小城里 就住了这么久 我们天天在过日子 却往往不知道 日子是怎么过的 以前在一篇什么文章里 读到这样一句话 我们从现在起 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 当时颇有同感 觉得自己也应立刻从及时起 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 但是过了一些时候 再一回想 仍然是有些捉摸不住 不知道日子是怎样过去的 到了德国 更是如此 我本来是下定了决心 用苦行者的精神 到德国来念书的 所以每天除了钻书本以外 很少想到别的事情 可是现实的情况 又不允许我这样做 而且祖国有时来入梦 使我这万里外的游子 心情不能平静 就这样 在幻想和现实之间 在祖国和抑郁之间 我的思想在挣扎着 不知道怎样一来 一下子就过了六年 戈亭根是有名的花城 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春天 这里花枝多 就让我吃惊 雪刚融化 就有白色的小花 从地里钻出来 以后天气逐渐转暖 一转眼 家家园子里都积满了花 红的 黄的 蓝的 白的 大大小小 五颜六色 紧视的一片 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放的 山上树林子里 更有整树的白花 我常常一个人在木春五月 到山上去散步 暖昏昏的香气 漂浮在我的四周 人同香气 仿佛容而为一 忘记了花 也忘记了自己 直到黄昏才慢慢回家 但是 我却似乎一直没注意到 这里也有海棠花 原因是 我最初只看到满眼繁花 多半是叫不出名字 看花苦为 意其名 我也就不义了 因而 也就不分什么花 什么花 只是眼花缭乱而已 但是 真像一个奇迹似的 今天早晨 我竟在人家园子里 看到盛开的海棠花 我的心一动 仿佛刚睡了一大觉 醒来似的 莫得发现 自己在这个抑郁的小城里 住了六年了 相思 浓浓地压上心头 无法排解 我前面说 我同海棠花无缘 现在我不知道 应该怎样说好了 相思并不是 很舒服的事情 但是 在这垂静的五月天 当自己心里 填满了忧愁的时候 有这么一团 十分浓烈的相思 压在心头 令人感到痛苦 同时 我却又爱惜这点相思 欣赏这点相思 它使我想到 我是一个 有故乡和祖国的人 故乡和祖国 虽然远在天边 但是现在 他们却近在眼前 我离开他们的时间 欲远 他们却离我欲近 我的祖国 正在苦难中 我是多么想看到它呀 把祖国 召唤到我眼前来的 似乎就是海棠花 我应该感激 我应该感激它才是 想来想去 我自己也糊涂了 晚上回家的路上 我又走过那个园子 去看海棠花 它依旧 同早晨一样 缤纷烂漫地 开成一团 它似乎一点也不理会 我的心情 我站在树下 待了半天 它眼看到 西天正亮着 同海棠花一样 红艳地晚霞 在这样的一个周末 把季贤林的这篇 海棠花 送给电波 林一段的你 如果你想看到 这篇文章的文字版本 欢迎你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DOS365 潮雨 每天在365读书 为你分享精彩文章 明天同一时间 咱们继续相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